嗨,大家好,我是Dr. Go 欢迎再次来到了Do We Such的健康小视频频道 这一期呢,我们将与大家分享 男人过了40岁后 尽量避免以下的5种食物 以及守着4大寿命关 中国有句老话 男人适时,天过五 意思就是说呢 男人过了40岁以后呢 身体的状况就像午后的太阳 一步步往下落 许多专家认为 由于男性的生活压力 以及不良的习惯 远比女性为多见 因此呢,男性应远离以下的5种食物 一是腌和酒精 二是油炸食品 三,咸鱼或者咸肉或者是腌制品 四,肥肉 第五是火锅刷羊肉或者是牛肉 以避免引起痛风、高血压 或者是高血脂等疾病 男性呢,尤其是在过了45岁以后呢 通常肺功能、肝脏功能 以及肾功能呢 都会开始的纷纷出现了下降的现象 因此呢,每位男人呢 都会经历以下的4个健康寿命观 您是否也都在经历以下的4个寿命观呢? 而您又顺利走过了几下几关 一是体力观 随着年龄的增长 人体的各项的机能呢,也会受到了影响 因此呢,容易出现了体力透支 或者是体力不支的情况 二是睡眠观 由于呢,生活的压力会越来越大 工作呢,以及家庭的生活 会导致睡眠的质量下降 从而呢,出现了失眠 多梦等的症状 三是欲望观 人到了中年呢 夫妻生活往往就会感觉力不从心 间而呢,影响了夫妻间的生活 第四是疾病观 男性过了45岁以后呢 人体的免疫力通常都会随之下降 使很多疾病呢,趁虚而入 如高血压、神经衰弱 心梗、心脑血管等高风险的疾病 面对这种种的健康问题 我们该如何来补救呢? 男性呢,更应该在45岁以后呢 必须得 一,控制饮食习惯 二,坚持的运动 三,定期的做体检 或者定期的做保养的治疗 四,稳定的心态 坚持在养生之道呢 下功夫必定能顺利的过每一关 希望以上的资讯对您有帮助哦 那如果你还喜欢我们的视频的话 欢迎按赞或者是大力的分享 将给予我们非常大的一个动力 那如果你有任何的疑问 欢迎在以下留言 记得打开小铃铛 那每当我们有新视频上载的时候 您都能够得到第一时间的通知哦 我们下一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